荣家上是不是和你说 他替你找生父的事情 没有进展 是吗 秦也什么时候开始 对我的身世也感兴趣了 那个乔本小姐 为了追求荣家上 还是下了不少功夫的 杜家小姐的丑闻 也是他买通报社报的光 让杨秀成落荒而逃 杨秀成这个人 虽然油滑凉薄 但是他胆子小 秦也只要轻松震慑一下 就可以了 你说的没错 杨秀成这个人 确实也识趣 给了我很多线索 其中有一条 是关于你的身世 而且 还是个惊天大秘密 当初让我来北平的是你 现在让我回去的人 也是你 孟绪安 你到底在策划什么 我没有策划什么 我只是觉得 你应该知道 事情的真相 我现在只想过 平静的生活 不想参与到 那些豪门的恩怨里面 人去哪里了 是小的办事不力 遭人设计 遭人设计 你们不查清楚 就不要回来了 滚 是是 发生下来的 你比我想象的来得要早一些 我来找你 并不代表我还能为你做任何事情 我们之前就已经两庆了 我只是想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阿姐 你 脸庞确实像大姐 眉毛像姐夫 尤其是眼睛 像极了姐姐 问句不该问他 容家上 他很年轻 当然也很优秀 不过 毕竟有一些智能 有一些天真 迷茫 你为什么会喜欢他 难道是因为你做惯了老师 看见一个需要你引导的男人 你会本能地产生好感 情不知所及 一往而深